Megic Bond 嗨 大家好 我是Peggy 欸 你們有沒有聞到一個怪味道啊 有一個 有一點酸酸的汗臭耶 啊 我知道 那邊那個角落 有一坨不知道是誰丟在那邊的髒衣服 一定是那些衣服穿了沒洗 就丟著 發臭了 The pile of clothes in the room is giving off a bad smell 房間裡面那坨衣服啊 發出了一股臭味 那天氣開始變熱 大家要記得常洗衣服 常洗澡 保持身體乾淨清爽 就不會發臭啦 那我們既然講到這個發臭 就來講講跟這個有關的片語 Give off Give off 這個字呢 這個片語呢 它意思其實是發散的意思 所以不一定要發臭 也可以發香好不好 可以是香味 或者是發熱 發光 發出某種氣體 甚至我們可以比喻的來說 散發出某種氛圍的意思 比如說 我們人類是溫血的動物 所以會一直散發熱能 The human body gives off heat It sometimes attracts other animals like mosquitoes 我們的身體會散發熱能 有時候會吸引一些其他的動物啊 像是蚊子 這就很煩 晚上睡覺一直被蚊子 就一直吸引蚊子睡不著 或者是像這個比較口語的句子 That man gives all the bats vibe I don't want to go near him 那個人散發出一股不太妙的氣息 我不喜歡他 這邊的vibe 就是我們口語中常常講的 某個人的氣息啊 氣質啊 感覺啊 是個有點抽象 但其實蠻好用的字 give 其實還有很多很常見的片語 分別代表不同的意思 像是大家比較熟悉的放棄 就是give up 或者是give away 它可以當作贈送 也可以當作洩漏秘密的意思 比如說這個句子 Kendra gave away all her toys before she went to study at the university Kendra去上大學前把她所有的玩具都送掉了 那我們講了這麼多跟give有關的用法 Don't you ever give up on learning English 大家千萬不可以因為覺得很多很難就放棄英文喔 一點一滴學 英文遲早會變好的 我們就下次見囉